风水 北京的故宫 当年皇家称之为紫禁城 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 非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 当年的首都所在地 北京以及紫禁城的所在地 是由明朝明城主永乐皇帝清典的 紫禁城也开始建设于明朝明城主登基以后 那么紫禁城的位置从天空鸟侃 恰好就是北京城的中央位置 称之为九五之尊的地方 因此整个紫禁城看上去 气势恢弘 样样中华的感觉 紫禁城是一个私放市镇的所在地 它的南北长度九百六十一米 东西的长度七百五十三米 根据先天八卦 西北高东南低 这样一个原则 实际上也是根据了中国地理风水的基本原则 所以故宫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地面 他们的高差达到两米 因为它是一个很宽敞的场地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地市那种倾斜的感觉 整个故宫占地的面积 72公顷 接0.72平方公里 相当于清华大学现在面积的20% 建筑面积达到了15万平方米 房间的间数非常之多 9999.5间 这个数字也是帝王为了体现九五之尊 假如有一个人去故宫 每一天住在故宫里面不同的房间里 需要经过27年有四个月 可见故宫的房间之多 紫禁城地理风水的四要数 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北边龙脉 加玄武沙 有天寿山 左部慢慢往故宫方向走 有地坛 最后有景山 东边有青龙沙 有热坛 有文化宫 西边有白虎沙 有乐坛 有中山公园 南边有宽敞的名堂 譬如 太后殿广场前面 自身就有一个巨大的名堂 天安门广场前面 有一个更大的名堂 南边是关水 北京城的关水 近处 京水河 再往远处看 永定河 再往更远处看 就是祖国的黄河 所以 从地理四要数来看 紫禁城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紫禁城里面建筑的格局 布置的也很有意思 紫禁城的正南面的大门 叫五门 本来应该是叫朱雀门 但是名城主朱棣姓朱 所以朱雀门改为了五门 在五门前面还有两道门 近则天安门 远则前门 就类同南边有了 暗山和潮山 我们称之为前三门 东边叫东华门 西边叫西华门 北边叫神武门 按理应该是玄武门 玄字改成了神字 这据说跟康熙皇帝有关 因为他的名字叫玄业 玄字不能再用了 然后进入五门以后 我们面对着 故宫内的两座大门 东边叫邪和门 西边叫西和门 然后再从中央跨进去 迎面而来的是太和门 进入太和门以后 就进入了宫殿群 帝王们把宫殿群分成了两部分 前面是这阵的大殿 后面是居住的宫殿 这阵的大殿 依此由南相北 分别叫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太和殿 是重要的时刻 帝王们 去建大臣的地方 文武大臣 历史上 是分东西两侧 分别进入大殿的 其中 东边有一个大殿 叫文化殿 西边有一个大殿 叫五音殿 分别反映了文和武 文化代表文 五音代表武 东边也代表文 西边也代表武 因为东边是墓 西边是金 这三大殿 走完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 生活居住区两大宫 南边叫乾清宫 乾为首 为帝王 帝王居住的地方 后面的宫殿 叫昆寅宫 昆为女性 为皇后 和女官 居住的地方 再往北走 就是玉花园 是帝王们 和所谓的家眷们 休闲雨落的地方 因此整个故宫的建筑群 布局也是相当合理的 所以紫禁城 不仅是 中国建筑史上的骄傲 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骄傲 保留至今 几百年的历史了 每天游客不断 紫禁城 四个大门 上面都有门钉 很有意思 每个门钉 都是九行九列 反映了帝王的思想 九尾醉 为至尊 另外门 从里看和从外看 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内缘外方 也反映了帝王的 自过一些理念 紫禁城 它的大门 大殿 都反映了中华文化 和的思想 中和 门 是三和 西和门 西和门 太和门 殿 也是三和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所以 南边四次大殿的 目的为了执政 也体现了 一经的一段话 圣人 南面而听天下 相名而至 世界上 多于无恶的紫禁城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也是中国人的 建筑学方面的骄傲 我们中国大唐的建筑 和故宫建筑 对东方很多国家 有影响 比如日本 朝鲜 韩国 因此他们很多建筑群 都仿造我们 大唐的建筑和故宫的建筑 所以希望我们 每个同学 能够去欣赏一下 我们伟大的故宫 同时去感受一下 故宫所反映出来的 风水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同学们这一讲讲到这里 谢谢